当你看见花花吃到柠檬的神级反应 没想到她的做法 真的是太萌太可爱了 事情是这样的 今天园区给小一般的熊猫同学们做了一顿 四川特色菜 串串香 当然不是那个麻辣的串串 而是用水果制作的 里面除了甜甜的苹果橙子以外 还有酸酸的柠檬 这就看谁的运气好了 能够吃到酸柠檬 此时没习惯花花第一个走了过来 叼起一串先丢在了框外 第二串成功地避开了柠檬 但她显然是第一次撸串呀 基本每一颗完整的果串 她都会成功地丢失至少一半以上 然后就这样 静静地等着弟弟和叶走过来 大概率弟弟会首先在花花的跟前 看一下闻一下 也会根据自己当时的心情 选择抢姐姐手上 或者是简陋在地上的 不得不说 弟弟是真的太懂姐姐了 很快时间 当他们吃到第三串的时候 花花成功地摇起了带有柠檬的那一串 哈哈 可爱的没习惯 运气真的是不错呀 第一口下去吃掉了苹果 随后用鼻子闻了闻 因为没有吃过柠檬 很明显是闻到了一股酸气 但内心又是充满好奇的 于是张嘴就尝试着咬了上去 咦 怎么味道怪怪的 要不再来一口试试 啊 我去 这怎么这么酸啊 哈哈 从花花的神情不难看出 它是真的被酸到了 还主动又闻了闻上面的胡萝卜 应该是有些排斥了 嘴里也分泌出来了更多口水莫测 简直就和人吃了一样的反应 大家可不要误以为 这是在整股熊猫有事 其目的是想通过这样的气味风容方式 达到改变环境的作用 从而促使圈养的环境下 大熊猫的神经系统的发育 更加弱